跟警方追趕跑跳碰 26歲的年輕男子 體力卻像62歲的阿伯 一個腿軟直接被帶 跑到軟腳一度爬不起來 還要遠近連拖帶拉的好狼狽 在被帶上警車途中 還不斷聽到他的喘氣聲 事件發生在高雄人舞 29號凌晨12點多 當時警方巡邏行進鳳仁路 跟水管路口時 發現一輛計程車 35歲的猜信駕駛 沒有按照號制轉彎 上嫌攔查 沒想到車內的乘客閒心虛 多麼出狂奔 原來他是兩條通的通氣犯 而且路往後 還一度抱怨自己跑出警察 追逐了1.5公里後 該名犯嫌腿軟攤坐在地 經警方壓制 該名離姓乘客 這是深非兩條通的通氣犯 和警方費勁的跑了1.5公里 結果還是跑輸了 覺得很漏氣 因為嫌犯之前市民職業軍人 沒想到社會跑速慘敗 該來的躲不掉 離姓通氣犯最後只能乖乖被逮 TVN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